香港媒体曾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话称 曾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家人 曾收到了来自中共国安部门的警告 要他们不得公布江泽民在专列上录像 否则刘家在海外的关系人安全不保 如果此消息属实 那么其所透露的消息还真不少 包括 一 江泽民的专列上被刘志军秘密安了摄像头 二 专列的录像中有江剑部的光的秘密 三 刘安摄像头之局以及掌握有某些江的秘密录像 已被中共国安及至中共高层获知 四 刘的家人也知晓录像中的秘密 甚至知道录像的藏身之所或者拥有备份 五 刘或者曾希望以此录像作为自己的救命稻草 因此曾拟选择适当时机公布 六 中共高层某些人不愿录像曝光 所以警告刘的家人 七 刘家亲属中有人在海外 且也被国安掌握 此前香港《动向》杂志曾披露 中共退任高官生活奢侈 以江泽民为首的12名中共最高一级离休高官 在全国各地不仅有自己的多处行工 有医疗专家随时待命 而且还可随意享用两架国航和两架军用专机 和三列有七节车厢的专列 专列所经沿线 都有武装保护 所有快慢旅客列车都要停站让行 即使是同方向行驶的特快列车也必须停下 让专列超越而过 退任后尚且如此 就不必说再认识是何等模样了 据悉 江泽民当政期间每到地方上视察 乘坐专列都由刘志军全程陪同 刘也因安前马后精心事后得到江的赏识 当上了铁道部部长 2002年十六大时 本应下台的江却通过军事威胁 留任军委主席 引起了中共党内的不满 2003年SARS从广东蔓延至北京集权国后 内心十分恐慌地江下的四处流窜 不敢在一个地方久待 后来连飞机也不敢坐 担心有人安置炸弹 2004年 江听从警卫局长游喜贵的建议 干脆改成有八节车厢的专列辗转各地 专列有两个内燃机车头 车厢是从德国进口后在装修 加固的 其中一个车厢是电讯 电子设施 这是为突发战争而备 按照江的指令 专列从骑驶站到终点站的铁路 两旁要十米一岗 且不分昼夜 虽说如此戒备 2005年1月 江的专列还是在山东出事了 行驶途中 专列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起火 差点将江的心脏病下出来 长时间与火车 未办的江自然也少不了娱乐活动 带上宋祖英或者其他的拼头 都是意料中之事 身为江的马仔的刘志军 利用植物植贬 在江的专列上秘密安装若干摄像头 亦如反掌 至于其如此做的心态 大概是出于自保心理 毕竟既然中共官场多年 深知任何人都是不住 这与1961年 毛太阳的专列被安装窃听器的性质 虽然相同 但目的不同 当时在毛的专列上 按窃听器是经中央书记处全体通过的 是为了随时了解毛的思想和动向 不料却因偷听到了毛与张玉凤等的偷情而暴露 毛不动声色地处置了相关人等 而如今刘志军擅自偷装摄像头 的确是胆子不小 可惜 很可能被判处重刑的刘志军根本无法依赖这些录像保命 一方面 刘自身罪名做实 江系其他马仔自身难保 更无力保留不死 另一方面 中共高层不愿将录像曝光 以免引火烧身 因此以刘家身在海外之人的性命 相威胁阻止录像被以某种形式公布 那么 这些录像中到底有江的什么秘密呢